第一彩开工顺利 说了20年的基隆港军用码头迁移 终于正式动工 总统蔡英文亲自出席 要让空间有限的基隆港 发挥更大效用 基隆要发展 必须要将关节打通 明游当市长所提出来的 微笑港湾计划 就是要把全基隆市区的港区空间 做充分的利用 基隆港位在基隆市中心 不过军港的位置 阻绝了港东的发展 因此这次动工 要将港东的微海营区移到西岸 原本的位置改建成 多功能邮轮转运中心 东西两侧再建旅运中心 发展观光 我们原来在东码头的 战备的速度战备的时间 跟港区湖地的运用 都没有西迁之后来得好 西迁之后我们的战备速度会加快 我们的腹地也都增加了 包含我们官兵的生活设施都增加 所以这是一个山营的工作 虽然前军港已经喊了20年 但拍板定爱是在马英九总统 最后任期 不过动工典礼 却没有邀请马前总统 过去很多人讲 要来支持基隆 要推动基隆的一个 再生跟改变跟退变 但是也只有蔡英文总统 以实际的一个行动 全力的来支持基隆的 推变跟发展 最明显的其实就是整个经费的到位 基隆2014年游览转绿执政 林永昌上任不断端出牛肉 轻轨再结合港区重建 创造基隆盛事 也为自己连任给足利多 黄云新闻 赖伟凡 黄云成 基隆报道